有部分就是打卡就是新增 就是這邊然後會自動抓到經緯度 但當你怎麼樣按一下插入的時候 他就觸發那個有沒有把這個資料四個資料 寫入到資料庫了哎呀怎麼樣寫到資料不特別主要 實際上就是在這個按鈕上面做一個連結 連結什麼連結這個事件 嗯這邊的話在這個 這個按鈕叫做BTN INSERT 那帶著什麼Click有沒有當他被點擊的時候 去執行 這個方法 啊因為這個方法基本上也是只有用一次嘛所以我就把這個方法call上來算了 放在這裡會比較好找 所以這邊的話裡面的方法你就怎麼撰寫啊 首先的話我要抓到 這上面的這個 四個格子的名稱 那所以上面四個名四個格子名稱在上面都有了所以各位查一下 一二三四指的就是這四個這四個啦 所以這邊的話 四個啊最後插入這個按鈕的話實際上就是指的是這一個 當他按下Click的時候那先檢查一下 如果Title 等於空字串比如說這裡面的話是空的 那就怎麼樣 那就是 跳出一個alarm alarm就是那個有沒有對話方塊 那就告訴使用者說一定要怎麼樣比如說我這邊空的按插入 有沒有 必須輸入 因為他裡面真正到什麼 裡面居然沒東西 所以這邊的話等於空字串 跳出這個 然後呢 Focus 有沒有 點Focus這個方法 也是游標會放在哪裡呢 游標會放按確定說游標會放在這個上面 才對 特別注意喔那在手機上才會正常的好像在網頁上有點問題 那另外的話else 其他 在檢查什麼檢查那個details啊等等的其他的 那反之的話如果通通有填了資料之後的話 再做什麼呢 translation就是說 把資料insert into到food裡面新增一筆 那總共會有五個欄位 好 這些五個欄位 裡面的值就是 12 這邊是日期 就是create日期 總共有五個然後分別就放這五個資料 就上面的變數 放進來 最後的話呢 就會有切切換頁面的這個效果 最後的話呢 在 插入成功之後的話 我們就把裡面 資料怎麼樣 就做什麼 做刪除的動作 把裡面清空 然後呢 就回到比如說這邊的話 再增加一個 然後裡面的內容 也隨便輸入一些東西 經緯度的話 隨便key一下 假設這樣子 這個應該OK然後插入 他就回來了對不對 回來之後的話會多一筆資料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是新增 再來的話就是修改 點下去之後的話 我要修改 把它改完之後 改成YY 按修改 掉下來了 稍微 不然 有 沒有 真的